好,我们继续这个的雅迪米女神的庙宇 所以她是一个银行来的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雅迪米女神的一些的特性 性情常暴,有仇必报 这个是一个希腊神话的故事 你们上这个的Google也可以找到的 一天下天下午,阿克特温带着五十只猎犬去打猎 当她口渴来到河边想找水喝的时候 她看见了雅迪米正合随从在沐浴 雅迪米发现了归探她的阿克特温之后 非常生气,将她变为一只鹿 让她被她的五十只猎犬追逐,撕成碎块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 雅迪米的性情非常的长暴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是要帮助我们理解以弗所书的内容 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地区的信徒 所以以弗所地区的信徒在还没有称为信徒之前 他们是祭拜希腊神明的 其中一个的神明应该就是雅迪米女神 他们就住在以弗所的城市 所以他们看到雅迪米女神的庙宇 他们看到雅迪米女神的势力 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一个以弗所的信徒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恐慌吗? 有没有惧怕?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来教导他们? 1章19节,以弗所书这里说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写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越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权能的 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 保罗要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知道上帝的能力何等的浩大 他们不需要惧怕雅迪米女神的能力 他们不需要害怕 他们现在不再祭拜雅迪米女神 而是敬拜主耶稣基督 雅迪米女神对他们采取报复的行动 他们不需要害怕 雅迪米女神把他们抓了 尸程碎块 保罗告诉他们 上帝的能力非常非常的浩大 甚至能够使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又使到耶稣基督在天上 以弗所说出现好多在天上的字眼 如果我们从雅迪米女神 希腊神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那可能保罗要回应 以弗所的宗教的处境 以弗所的女神从哪里来的 对以弗所成的人来说 他们这个的雅迪米女神里面的 雅迪米雕像是从天上赤下来的 天上的宙石丢下来赤给他们的 所以那个的雕像 之后他们就把它雕刻成这样子的一个的神像 大概他们看到了那个的样子 所以这是他们的信念来的 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 在天上掌权的 不是雅迪米女神 不是宗师 而是上帝 是主耶稣基督 是坐在上帝的右边 做表示已经完成了这个的工作 已经在那里可以休息了 不是仗 仗是一个的进攻的姿态来的 上帝耶稣已经得胜了 远超越这一切执政掌权的 有名号的 给今世来世的 不管你们可以想象到 所有的希腊神明的 这些的神明 我们的上帝的能力 远远超过他们 所以信徒们不要害怕 二乡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领袖 就是现今在悲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 为什么讲空中掌权者的领袖 因为宗师 雅迪米 在天上掌权 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你读保罗的一些的书信的话 比如说罗马书 他讲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什么 同死同埋伤同复活 就画上了一个的句点 没有再讲一同坐在天上 那为什么 以福所说要加上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 一同复活不就足够了吗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加上一同坐在天上 从希腊神明的这个的背景来理解的话 可能保罗要告诉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我们不只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这样简单而已 在天上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那里 所以在天上耶稣基督掌权 我们也在那里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不要害怕亚迪米女神的势力 不要害怕宙斯的势力 不要以为宙斯亚迪米女神继续在天上掌权 我们都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也是坐 我们不是上 坐在天上 六章十二节 因为我们的增长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力 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广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 为什么加上天空 就是因为以福所地区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背景 天空是希腊神明 他们的守护神的掌控的一个的区域 一章十九节我们再回来看一看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那我们从中文的这个的字来理解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能力是一个的名词 大能是一个的名词 大力是一个的名词 运行是一个的动词 可是如果我们看原文希腊文的话呢 这四个都是名词来的 保罗用平行的这个的名词 都在讲能力 不同的字眼来表达能力 就是要告诉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上帝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浩大的 他有能力有dynamics 这个字强调能力的容量 他有大能kratos 他有抵挡反抗的能力 他有大力 内潜的能力 那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运行 也翻译到非常的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enegaya 这个的希腊文 这个的字 要表达的是行动的能力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运行 也翻译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有这四个不同的词汇 来看到保罗怎么样表达上帝的能力 这代表什么 这也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这样子来解读的时候 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对上帝的能力没有信心 所以保罗要讲多一点 保罗要告诉信徒 要害怕 要带着希望 相信上帝 在前面带领我们的 等着我们的 是我们的上帝 不是亚迪米女神在那里等着我们 那如果你读以福所书的保罗的感恩的话 你也会看到 保罗为以福所教会的信徒感谢上帝 为他们什么来感谢上帝 有信心 有爱心 可是保罗没有为他们有希望来感谢上帝 一般上我们讲信、关、爱 保罗没有为他们有希望来感谢上帝 表示什么 暗示什么 他们没有希望 他们看到前面 哇 雄伟壮观的 以福所 亚迪米女神妙宇的荣耀 彰显在他们的前面 没有希望 所以保罗接下来为他们祷告 祷告什么呢 他们知道上帝的能力 他们可以经历上帝的能力 是何等的 好大 所以保罗告诉信徒 不要去怕 要带着希望 要带着希望相信上帝 所以同样的七月鬼节也要到了 我们没有去 我们没有去 记那个日子了 因为不重要 但是提醒我们信徒 上帝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浩大 不需要害怕 这些的邪恶的势力 我们的上帝能力 大过这些我们所恐慌 所害怕的这些的恶势力 好 亚迪米女神就介绍到这里 随着这些女神 这些的神明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保罗书信 提供更多的背景 也是我们能够走进 与福所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的信徒 他们的世界当中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的 奥林匹斯的主神 葬神 葬神的父亲也是宙师 所以葬神 在我们的圣经 使徒行传17章19节 没有出现葬神这个字眼 但是出现了亚略巴古 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 他们把保罗带到亚略巴古说 你所讲的这新的学说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那亚略巴古是 把希腊文的那个音翻译过来的 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葬神的山 所以他们是把保罗 带到一个希腊神明的山上 外邦神明的山上 请保罗来讲福音 那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去到雅典的时候呢 你就会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叫亚略巴古 保罗就是在这个地方 葬神的山 来传讲福音 所以他其实是从两个的希腊文字眼 把他的音翻译出来的 阿瑞奥斯跟帕古斯 直接翻译就是葬神阿瑞斯的岩石 来的 好 这个是爱神 爱神 婚姻之神 美丽之神 给父亲也是宗师 给母亲又是另外一个人 OK 那他是塞浦路斯岛的主神 保罗宣教的时候有来到塞浦路斯岛 所以他是塞浦路斯岛的主神 那其他的地区也有 这个的爱神 所以刚才大概有提到 哥林多有爱神的庙宇 哥林多的魏城 今天我们去到古哥林多的时候 你可以去到他的这个魏城 当我们讲到魏城的时候 就指高的地方 主要的这些的行政办公楼 主要的庙宇 或者一些的 主要的这些的人物 皇宫 要建在魏城 比较高 比较安全 所以在爱神的这个的庙宇 有一千名庙祭 好听叫女祭司 其实就是庙祭来的 所以白天就涉及庙宇的崇拜 偶像崇拜 晚上呢 他们会下山卖营的 所以哥林多城是一个 非常非常隐乱的一个城市 所以有人说 如果你好像哥林多人这样子生活的话呢 就是你的生活非常的淫荡 那如果有人讲你是哥林多女孩的话呢 就代表你是一个的妓女 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的城市 所以除了有他的守护神 太神之外 还有阿波罗神 还有爱神 还有罗马凯撒的神明 的庙宇 西尔米 西尔米给我们刚才看到了 使徒形状14章12节 路斯德的异教徒 就把保罗称为西尔米 那西尔米是谁来的 神的使者 传达神的话 所以他要传达宙斯的话 那他也是偷窃之神 旅行者的保护神 死者往明界的引路神 牧人的神 父亲宙斯 母亲又是另外一个人 OK 常常于宙斯结放 视察人间 所以你看到他有这个的翅膀 的帽子 OK 大概你就认出 这是一个的 西尔米 那从这样的背景啊 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比如说以福所书 5章28节 保罗说 不要再偷 不要再偷 就是说 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有人再偷 保罗的教导 不是给非信徒 以福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 所以保罗是告诉 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不要再偷 也就是说 偷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 他们以前都在偷了 OK 所以有没有可能 他们以前也拜过 这个的偷窃之神 所以偷窃之神就保护他们 所以他们就继续偷 所以做了基督徒之后 继续偷 所以保罗说 不要再偷 这个的家庭神 还没有发现 对我们的圣经研究 或者说理解经文 有什么很明显 很清楚的一些的帮助 酒神 葡萄神 狂喜和兴奋之神 父亲是宙师 母亲是房人 也许你很容易认出他 他的手会拿一个酒杯 然后有这个的葡萄 今天我们看好像就在看 那个的塔通 这样子 好像很可爱 这样子的一个图了 OK 那酒神 就会让我们想到 以福所书 福章18节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 用这样子的一个的 不要醉酒 来跟被圣灵匆忙 来对照 为什么不要用其他的图像 其他的比喻来讲解 可能 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以前也有人拜过酒神的 那拜酒神的这些的祭祀 跟他们的这个的神明的 这个特征是有明显的关系 所以拜酒神要怎么拜 喝酒 喝了酒你就醉了 醉了你就在那里 胡言忘语 然后你的整个的 这个的行为 都是非常的乱七八糟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酒神的祭拜的仪式 所以这些的信徒 可能以前他们也参与 这个的酒神的祭拜的仪式 所以他们可能以为 保罗在讲 不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是不是在讲 好像之前我们 拜酒神的时候的 那个的样子 OK 保罗说不是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所以他们很明白 什么意思 那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别加磨 很多撒汤的座位之处 所以还会看到有酒神的庙宇 酒神的庙宇 基本上就靠近那个的剧场 所以喝了酒之后 就去剧场表演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的是火神 他们的神秘也有长级的 公匠之神 OK 那跟我们的心愿研究 还没有发现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这些的背景 这些背景是帮助我们 理解经文的时候 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 让我们吩咐我们 对我们的经文的理解 所以学生们都在不停的研究 比如说发现更多的背景的时候 就发现 可能保罗真的是回应一些的问题 好 死亡之神 他就管地底世界 管这个的明界 不情是Kronos 不情是瑞 所以这个的死亡之神 就让我们想到福音书 马太福音 十六章十八节 所记载的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 早上我们看到的 凯撒利亚的 菲利比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耶稣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耶稣的门徒 彼得就回答 你是基督 可以等等 然后来到马太福音 十六章十八节 耶稣就讲这一句话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旁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 耶稣可能就站在这里 讲这个阴间的权柄 死神的权力 死神的权威 死神的地盘 不能够胜过教会 耶稣的能力 胜过死神的能力 所以你看这张图 然后想象一下 耶稣跟门徒在这里 他的这些的教导 医治神明 医治神明不在 社会主神里面 当时他对我们的 新约的研究 可能有些的帮助 比如说 壁士大祠的 这个医治的神迹 我想我们都熟悉 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 他一直在等 要进这个的壁士大祠里面的水 当时他没有机会进到 耶稣就医治了他 那在壁士大祠的附近 就发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的碑文 然后考古学家就研究 就看到说 在壁士大祠旁边 可以有医治神明妙为的遗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壁士大祠的这个的医治 他们这些的人得到医治之后呢 他们可能就归功于 就是这个医治神明 医治我们的 他医治的方法 所以他医治我们 但是耶稣就在这里 医治了这个的 生病的这个的人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背景的话 我们会问 耶稣直接挑战 他就在这里 医治神明的权威 所以不需要跳下去 我直接可以医治 这一个的人 以耶稣的能力 大过医治神明的能力 好 所以西套神明的介绍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希望这些的背景 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 新约圣经的世界 我们进来 罗马帝国的君王崇拜 好 我们看这张的图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这张的图是所谓 奥古斯图 一个军人的图像 一个统治天下的图像 一个在发号司令的图像 旁边的这个人是谁 他也是奥古斯图 奥古斯图有两个的雕像 这个的图像 这个图像又在告诉我们 奥古斯图是谁来的 奥古斯图是一个祭司来的 这是一个祭司的图像来的 所以罗马帝国的君王 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不只是你们的宗教领袖 我也是你们的 不只是你们的政治领袖 我也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来的 这是奥古斯图 要人民完全效忠罗马的 这样子的一个的策略手法 我们来看君王崇拜 所以刚才有位的弟兄姐妹 问这个的问题 为什么罗马没有把希腊文化消灭 那罗马是怎么样来控制 来掌控 他版图上的这一些的领土呢 透过君王崇拜 那讲君王崇拜的时候 可能你们有听过 可能有一些人的印象就是 什么叫君王崇拜 就是君王站在你的面前 你就拜他 叩头拜他 好像皇帝 中国皇帝这样子 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 叩头拜他 他就叫你平身 罗马君王崇拜不是这么简单 罗马帝国的君王崇拜 不是这样子很直接的这种的方式 来掌控人民 他们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法 让人民透过君王崇拜 来降服在这个的政权之下 罗马帝国的君王崇拜的定义 是地区而已 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 有东罗马帝国的定义 西罗马帝国有西罗马帝国的定义 什么叫西罗马帝国 我们简单这样的区分 基本上西罗马帝国指的就是 意大利的半岛那块的土地 你说本来就是罗马人的那块土地 东罗马帝国呢 是罗马帝国扩张他的版图 然后得回来的那块土地 所以这块的土地呢 以前呢被希腊统治过 被埃及统治过 被其他的这些的政治势力统治过的 那现在罗马统治这块的土地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区分 这两块的土地 君王崇拜的定义也有所不同 那是因为罗马帝国非常聪明 他知道怎么样顺应民心和民意 来推行君王崇拜 所以简单来说 君王崇拜呢 就是任何跟君王 尊从君王 尊从罗马君王有关的行动 都被称为君王崇拜 我们就来看一看 罗马帝国怎么样来进行君王崇拜 所以我们要分两个的地区来理解 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指的是那些 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 希腊还有埃及的领土 对他们来说 对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来说 膜拜在世的君王 已经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来的 埃及他们拜法老 法老是谁来的 就是太阳神 就是太阳神的儿子 就是神明来的 他们可以看一个人是神 拜他为神 没有问题的 君王 有势力 有力量 就是神来的 所以这个领土上的人民的思想是这样子的 根深蒂固的思想 他们可以拜一个的人 作为神 所以罗马帝国就在这片的土地上 这样子来定义 君王崇拜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就像这个的凯撒 献上神明 神明般的膜拜 现在这凯撒大有能力 称霸天下 所以我们为他建庙宇 建祭堂 建雕像 同样的在这个的庙宇里面 有祭司的制度 有膜拜的仪式 就向这个的雕像来祈祷 来献祭 赋予他各种宗教神明的称号 为他进行各种的竞技比赛 比如说这个的海峡运动会 节期 庆典 都是为我们的凯撒 来进行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这是东罗马帝国的思想 所以罗马帝国就说很好 你们继续来做 多多为我建庙宇 多多为我建雕像 但是罗马帝国行不通 西罗马帝国的这些人 本来就是罗马人来的 罗马人有一个思想 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 你不会向活人来下拜的 罗马人不会这样子做 罗马的人会说 向活人来下拜 是充满慈辱的奴才士奉承 所以奥古斯多你是个人 你不是一个神来的 所以我不会向你来下拜 你是人 你不是神 这是罗马人民的思想 所以对他们来说 君王崇拜是什么意思 代表君王 来抹拜神明 我代表你 来敬拜神明 来抹拜神明 所以神明就赐福你 或者说为神明 向神明来 为君王 向神明来祈祷 和献祭 所以神明就赐福 我们的君王 我们的凯撒 这个是西罗马帝国 对君王崇拜的定义 但是这个的人 凯撒这个的人 他死了之后 如果他是一个好的 罗马凯撒的话 元老院 或者说登基的罗马皇帝 他们会做一件事情的 藉由一个的神化祭典 将这个已经死了的凯撒神化他 人活的时候 他是人 他是死了之后 他可以变成神 像我们传统的 这个的华人的宗教信仰 人活的时候 不能够保佑我们 可是他死了的时候 我们就讲 祖宗可以保佑我们的 为什么 他好像有神信仰 有能力来保护我们 所以罗马人的思想 他们可以接受 死了之后 你把他神化他 让他变成神 所以早上我们看到的 那一个的提多的拱门 就有那个被神化的提多 那个的图在那边 君丸崇拜 那我们看主要的两个的 这个的凯撒 第一个就是君丸崇拜 跟这个的游流凯撒 那游流凯撒就是 罗马共和国 在祖前第一世纪的将军 他平定 叛乱 祖前49年 成为元老院的独裁者 那那个时候呢 他有进行积极的改革 带给人民最公平 最仁慈 最开明的证据 他有他的贡献 所以是一个好玩 你要定义他是一个好的皇帝 所以这个好的皇帝 就有人民来 供奉他 东罗马帝国怎么样供奉他 称他为神 他还活着的时候 称他为神 尊他为神 东罗马帝国没有问题 所以祖前49年的 以弗所背文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当然不是中文 我们已经翻译了 在亚西亚 亚西亚是东罗马帝国 的诸臣 及群众尊从游流 该游之子 凯撒 最高的祭司 皇帝 及执政者 是葬神和爱神的后裔 神明以人形式行性 是全人类 及生命的 普世的救主 所以这是东罗马帝国 来尊从 这个的游流凯撒 称他为救主 来注意这个字眼 称他为救主 西亚马帝国就不行了 游流凯撒还活着的时候 你不可以 把他当成神来拜 所以要做什么 离世两年之后 他的继承人是谁 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 现在是这个的 罗马的凯撒 所以奥古斯都 跟云老院 就做了一件事情 将他神化 名为 神明游流 那奥古斯都还举办了一个 尊从游流凯撒的竞赛 然后看到一颗的灰星 在天空出现了七天 说明他的灵魂 进入到不朽坏的境界 这是他们的说法 根据他们的说法 看到一颗的灰星 然后 我们的 这个的 朱利亚西色 已经变成神了 所以奥古斯都 接下来就在 这个的西色的 雕像的光面上 加上一颗的星星 表示他已经变成神了 所以看一下 这个的 钱币 这个就是游流凯撒的钱币 有信心 就代表我们的游流凯撒 现在已经变成神了 这是奥古斯都做的事情 那奥古斯都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现在他的父亲 当然不是亲生的父亲 不过他的这个的父亲 他的这个的 钱一润的这个的凯撒 已经是神了 是他的养子 所以已经是神了 所以奥古斯都是谁 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在这个的东罗马 西罗马 在这个的西罗马 奥古斯都不可以是成为神 因为他还活着 但是他很想做神 因为当时罗马凯撒基本上都很想做神的 谁要怎么样做神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神化自己的 已经过世的 这个的父王 但他是神的时候 我就是神的儿子 奥古斯都从来没有说 我是神 可是你要知道 人的儿子是不是人 是人来的 所以神的儿子是不是神 神的儿子就是神 奥古斯都透过这个的方式来宣告 自己是神 因为他没有很嚣张的说我是神 他只是说我是神的儿子 所以奥古斯都的硬币 有这样的字眼 Cecer Augustus Divine Son of God 我就是神的儿子来的 就是满足了这个人的欲望 做神的欲望 奥古斯都 他活着的时候 东罗马帝国 当然就尊他为神 没有问题 所以在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地方 就找到一个的碑文 这样子来写 来称颂奥古斯都 这里写什么呢 眷顾之女神 预备了人类生命最完备的终结者 奥古斯都 他为全人类的益处厚斥越于他 使他成为我们及我们后裔的救主 Soté 救主 Soté 是希腊文 救主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Julia Cicero 也是救主 他是指西战争 并使万世和平有序的君王 和平 エレネ 也是这个的希腊文 和平 这凯撒的显现 超越了一切过往 福音带来的盼望 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直接联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罗马帝国的人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们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的好消息 比如说这个的皇帝 他是一个的好王 他登基了 所以他带来好消息 我们的皇帝出去打仗 回来了 胜利了 这是一个的福音来的 是一个的好消息来的 所以他超越了一切过往 福音带来的盼望 其所思的恩惠 恩惠这个字 想到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到 保罗是怎么样来问候 这些的地方的信徒的 愿恩惠平安 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 归给你们 就是同样的一个恩惠 所以奥古师徒所思的恩惠 不但前无古人 更是后无来者 对全世界而言 使神明的当成的日子 即是好消息的开始 这些的字眼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人民来说 是不陌生的 都是在称颂 奥古师徒的 这是东罗马帝国 但是奥古师徒 在西罗马帝国又怎么样呢 在位 还没有死 的奥古师徒从来没有被神化 但是 他却有如神的地位 人民膜拜的不是奥古师徒本人 他们膜拜什么 膜拜他的引入神 还有内住的神圣的力量 就代表说有神明在指引他 所以膜拜他的这个的神 他里面有神的力量 膜拜这个的 他心里面的这个的神圣的力量 同时他被称为主 这个的主 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 用来讲主 耶稣基督的主 就是奥古师徒 也被称为这个的头衔主 就是众神明所委托 来统治罗马帝国 最有能力和最伟大的那一位 这个就是西罗马帝国 怎么样来遵从奥古师徒 这是我们看到 君丸崇拜的这个的不同的定义 不同的地区 怎么样来遵从这个的罗马的皇帝 君丸崇拜有各种不同的表达的形式 不是在我面前扣拜的 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有庙宇 建造庙宇 建造雕像 还有建造祭堂 如果我们去雅典的话 在下面讲有这个的帕特隆神庙 雅典娜女神的神庙 在雅典娜女神的神庙的 就是他隔壁 也挖掘出来 谁的神庙 谁的庙宇 奥古师徒的庙宇也在那边 也就是说 从这样子我们来观察 我们来看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 雅典娜神庙 跟奥古师徒的神庙是在一起的 是平起平坐的 这个人民已经把奥古师徒的地位提升到 希腊神明 同等的地位 庙宇都可以在隔壁节 OK 所以还有很多的雕像祭堂 除此之外 君王崇拜的表达形式还有 有碑文 有钱币 有各种于君王 入观的日子 有诗词的内容 有迎接君王到访的庆典等等 所以有碑文和钱币 在尹福所铸造的银币 主前28年就写上这个的字眼 凯撒君王 神的儿子 第六任的执政官 罗马人民的自由之保护者 所以神的儿子用来称这个的罗马 凯撒 钱币 就是我们每一天需要用的 你去买东西 你就拿出钱币来看看 你要算上去有多少钱 又拿出钱币来看看 没拿出钱币 你就被提醒什么事情 凯撒是君王 凯撒是神的儿子 凯撒是你的保护者来的 这就是君王崇拜的一个部分 他不会硬性的强迫你 宣告他是神 硬性的强迫你 宣告他是你的主 没有这样做的 这是很愚蠢的罗马皇帝 有两个愚蠢的罗马皇帝 多米田就是因为 就是这样子来做 死了之后 元老院不会将你神化的 加里古拉也是一个 有这样的问题的皇帝 自称为神 所以有智慧的聪明的 手法高明的罗马皇帝 用其他的方式来提醒你 他是罗马皇帝 你活在罗马帝国的政权之下 那这个的前臂的另外一边 是一个人 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化的和平 Past Romana 这个人是Past 女神来的 所以赐下和平 手里拿着一个象征平安 与和谐的手杖 站在象征亚西亚的篮子旁边 整个的图像被放在归罐中 看到吗 这个规罐 象征和平是透过军王的军事力量获得的 这就是罗马帝国 所以就提醒罗马人民 罗马凯撒有这个的军事力量 带给你和平 但是如果你不服从他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 他也有这个军事力量来对付 这是碑文和钱币 那你活在这个的罗马世界当中呢 你就要守一些的日子 这里只是一些的历史罢了 有很多的日子都跟罗马皇帝 或者说跟皇室有关系的 不只是罗马皇帝罢了 也方是他的家族成员 都有一些的日子值得人民去纪念 1月15日 奥古斯都受翻奥古斯都的称号 这个悟大为变成奥古斯都 这个的日子值得纪念 来到1月15日 大家记得奥古斯都的日子 1月30号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奉献日 在罗马有一个的和平祭坛 是献给奥古斯都的 今天我们去到罗马的时候 就有这个和平祭坛的博物馆 你可以进去看这个的和平祭坛 和平祭坛的这个的外墙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的墙壁 你就看到有些的浮雕 就是这个奥古斯都作为祭司 带领家人一起来祭拜神明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3月6号 奥古斯都受损为最高祭司 4月14号 奥古斯都第一次打胜仗 4月15日 奥古斯都首次受拥立为皇帝 7月12日 神明游流的当成 8月19日 奥古斯都首次当任执政官 9月3日又有一个什么人 可以投降奥古斯都 9月23日奥古斯都的当成 10月18日奥古斯都穿上 Toga Viliris 这个是罗马人 他们成年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仪式 所以会穿上这个的 罗马的服装 11月16日 提笔流的当成 罗马皇帝的当成 还有很多很多的节日 所以罗马版图上的人民 来到了1月15日 今天我们又纪念凯撒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你每天都活在这个的 凯撒的日子当中 这是今晚崇拜的一部分 提醒你 罗马凯撒 是你的王来的 是你的祖来的 你活在罗马凯撒的政权之下 记得顺服罗马凯撒 讨诗词的内容 这是一个历史 罗马凯撒 这个维基尔 在他的诗集当中 提到奥古斯都 是带来和平的神 提到奥古斯都 是把罪恶洗尽的神 奥古斯都 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你读这些的诗集 你就再一次被洗脑 奥古斯都是伟大的神明来的 就是奥古斯都所赐给我们的 君王崇拜的一个部分来的 迎接君王到访的庆典 那君王凯撒 这君王讲凯撒 凯撒会到访某一个的城市的 去看看啊 去巡逻 那这个的行动本身叫 帕鲁西亚 帕鲁西亚是什么意思啊 耶稣再来 就是帕鲁西亚 帕鲁西亚是再来的意思 所以君王来到某一个的城市 帕鲁西亚君王显现了的 所以在君王来到的时候 他们会做什么 当地的人民就会拿着 橄榄树枝 棕树枝 蜡烛啊香啊 一同来等候凯撒的显现 凯撒的到来 那君王就会跟城市的首领会堂啊 所以就问一问啊 这个城市啊 有什么需要啊 所以城市的首领就会向君王提出 他们的需要 所以你说 君王会不会听这个的 城市首领的请求呢 要怎么样来做 君王崇拜基本上不是由善而下 就是不是罗马皇帝叫你要这样这样做 要这样这样这样拜我 这种手段是强硬的手段 罗马凯撒不使用这个的手段 所以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的人民来参与君王崇拜呢 很简单 由善而上的 如果你懂得建庙鱼给我 懂得建祭堂给我 懂得建一个很大的雕像给我 祭拜我的话 懂得尊崇我的话 我来的时候 你们跟我提出什么要求 我就会答应你们的要求 你们懂得怎么样做人 我也懂得怎么样做人的 那如果这个的城市呢 没有什么表现的话 君王来的时候 你什么要求 他都不答应了 他用这种的手法 来让人民参与君王崇拜 所以基督徒就很麻烦了 基督徒没有参与君王崇拜 基督徒在这个的什么什么比赛又是遵从君王的 所以他们不参与的 这个什么什么的活动 又是要先祭拜一下君王的 我们又不参与 不参与的时候呢 谁会逼迫基督徒 不是这么简单说 罗马帝国的皇帝直接逼迫基督徒的 由下而上的 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官员 当地的人 他们直接逼迫基督徒 你们给我们带来麻烦 你们不尊从君王 君王来的时候呢 他们 君王就看到我们没有尊从你 有一些人没有尊从你 所以是当地的这一些人 朋友 旁边的朋友 逼迫基督徒 排挤基督徒 可能就 因此不要跟基督徒有生意的往来 用这个的经济 这样子的一个的方法 来 让基督徒参与君王崇拜 所以 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就 活得比较困苦 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张力当中 那庆典还有献祭啊 还有这个的尊从君王的竞赛等活动 所以想象一下 基督徒是不会参与的 所以当地的人民 肯定会逼迫基督徒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 罗马皇帝 是怎么样 来让君王崇拜 去推广出去的 刚才我们讲说 从西亚而上 这是一个的方式 人民主动愿意来参与君王崇拜 那基本上这个的推广方式就跟地中海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罗马帝国的版图 基本上就 就以这个地中海为它的内海 感觉上就是它的内海 地中海的 这个是周围的城市 地区都被罗马帝国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新约时代 这个的文化 这个的地中海文化来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新约的世界 其实我们要更多了解地中海的文化 当然一些书本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施恩者和受贿者的关系 这是一个地中海的文化来的 英文叫patronational system 中文有不同的翻译 有人说这个是庇护这个的制度 总之是有人给 有人收 施恩者和受贿者 所以罗马太平 是罗马帝国传播帝国主义 让人民主动和志愿参与君王崇拜的政治口号 我带给你太平 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回报 效忠我 这个的口号提醒人民 正在领受和享受着 罗马帝国所赐予的各种的恩惠 包括军事 政治 经济 法律 文化 宗教等等 这一切所有的 罗马帝国给你们的恩惠 所以要懂得报恩 所以我们这些人民都是受贿者来的 所以怎么样报恩 很简单 效忠罗马帝国 军团崇拜都是由地方官员领袖和父户策划来推行的 其目的不单纯是港恩就是产媚奉承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生活和经济上的利益 罗马帝国在拨狂的时候 他知道什么样的地区钱需要给多一点点 这个就是施恩者和受贿者的关系 那如果受贿者不懂得做人 那如果受贿者不懂得做人 没有给予施恩者合理的回报 施恩者会做什么 这个罗马帝国会做什么 采取报复的行动 所以我们看到军团崇拜就是采纳或者说利用 地中海的这个的文化 施恩者和受贿者之间的关系 来迎娶或者说强迫人民绝对的效忠 所以军团崇拜 活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每一个人民 基本上都被迫参与在其中 基督徒是例外 所以面对很多的挑战 所以这样这样子的一个地中海的文化 庇护制度 我们看到有两个的关系 两个的角色 施恩者和受贿者 所以是自愿的理善往来 不受法律限制 罗马不需要设立法律来强迫你 要这样子来做 那除了罗马海撒 跟人民有这个的施恩者和受贿者之间的关系之外 其实整个的罗马的制度 整个的罗马的帝国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的施恩者 受贿者的关系来维系起来的 受贿者 先看施恩者有谁 罗马凯撒 除了罗马凯撒之外 还有谁是施恩者 贵族 元老院级别的那些人 歧视级别的那些人 他们是贵族来的 他们有钱 所以他们可以做什么 保障受贿者的生活需要 受贿者是谁 平民百姓 自由人 一般的老百姓是受贿者来的 所以你需要找工作 需要人帮忙 找一下你的这个的施恩者 他可以帮忙你的 他可以给一些的生意你来做的 他可以支持你某一些的商业的活动的 是保卫受贿者的生活需要 那生者有什么好处呢 他如果有很多的受贿者 他手下有很多的受贿者 那这些受贿者的人数 这些受贿者的生活素质呢 也可以提升他自己的社会地位 人有钱了之后追求的是权利 追求的是社会的地位 所以越多的跟班 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就会提升了 所以这个就是施恩者他会做的 受贿者呢 就是平民百姓 为施恩者献上服务 包括给予政治上的支持 有需要的时候 施恩者就会去 给予这个的支持 所以这些的施恩者 每一天早上 有一些的施恩者会这样子做的 就去受贿者的家里做一做的 去跟他请安 跟这个施恩者来请安 所以可能问一下 哪里有生意可以做啊 什么东西可以介绍我啊 如果施恩者很开心 很满意这个受贿者的表现的话呢 可能就介绍多一些好东西给他了 那如果觉得受贿者不懂得做人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要介绍他 所以是这样子的关系来 维系整个的罗马帝国 所以庇护制度啊 形成社会的网络 把不同阶层的贵族和平民 联系起来 一直到罗马凯撒 所以罗马凯撒是最大的施恩者来的 接下来他有贵族 作为他的受贿者 贵族继续去施恩给平民百姓 所以这个就是罗马帝国的整个的社会的网络来的 所以大家都活在其中 所以这样子的地中海文化 是不是也带进来了教会呢 是不是在某一些保罗服事的这些教会 也有这种的观念在里面 保罗你是什么 受贿者 我们是施恩者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观念在里面呢 这样的背景 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 比如说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信徒跟保罗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章的slide 罗马书一章一到第七节 今天下午的这些的背景 或者说罗马凯撒的这些的背景 是否为我们提供多一点的这些的亮光 帮助我们理解保罗的书信 罗马书一章一到第七节 我们再来读一读 看一下是不是看到多一些的东西 一章一节 保罗的自我介绍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 这句话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 你读的时候你读到什么 保罗怎么样自我介绍 我是谁的 我是仆人 我是谁的仆人 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所以保罗不是说 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老百姓的仆人 我不是一个无名小卒的仆人 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所以保罗也在表达 他的一个的身份 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但同时他也在告诉我们说 他是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 当时的仆人 一定要完全顺服耶稣 他们的主人的 所以仆人这个字 就跟当时的这个的 罗马社会当中的仆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的背景 脱离不了关系 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 蒙昭为使徒 奉派传什么 传福音 当时他加上什么 上帝的福音 保罗说我是传上帝的福音 我不是在传 如果我们是反过来读的话 我们从这个的 罗马帝国的背景来读的话 从这个凯撒的背景来读的话 保罗说我不是在传 凯撒的福音 我不是在传 奥古斯都的福音 我是在传上帝的福音 所以这个的描述 很重要 上帝的福音 对我们来说很熟悉 那是对当时的 罗马帝国的人来说 可能他们读的时候 如果是看到福音的话 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我传的是上帝的福音 所以他要进一步解释 这个福音 是上帝从前接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一章三到第四节 论到谁 他儿子 他儿子 他儿子是谁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位后一生的 按神圣的灵说 因从死人中复活 用大能显明 他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在从罗马帝国的背景来看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想到 如果你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人民 你每天买东西的时候 拿出钱币 凯撒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罗马书告诉你说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凯撒不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一章五节 我们从他蒙恩 我们从他蒙恩 他是谁来的 我们从上帝的儿子蒙恩 我们不是从谁来蒙恩 我们不是从奥古斯都来蒙恩 我们的施恩者 我们的施恩者 不是罗马凯撒 我们的施恩者是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上帝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不是奥古斯都上帝的儿子 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我们从他蒙恩 同样的字眼 这个悲文写的那些的希腊字眼 跟罗马书用的希腊文的字眼 是同样的字眼 罗马书的原文也是希腊文来的 受了使徒的职份 为他的名在万国中 使人因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招 属耶稣基督的人 一章第七节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上帝所爱 门招作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的父上帝 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恩惠从谁而来 从父上帝 主耶稣基督 恩惠不是从奥古斯都而来 不是从罗马凯撒而来 平安 Pas Romana 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可能当时的罗马人民 就立刻想到平安 Pas Romana 平安不是从奥古斯都而来 平安是从我们的父上帝 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好 我的 基本的新学导论的介绍 大概到这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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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